西洋局表示 星期六要邁入大暑节气 由于太平洋高压向西扩展 笼罩台湾 西南风的影响 东半部持续是高温炎热 只有接近山区有午后震雨的机会 而东南部还要留意焚风发生 花莲重谷同样是高温橙色的灯号 提起民众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朝阳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没有不热只有更热 受到太平洋高压牺牲笼罩影响 全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稳定天气 加上西南风影响 景津山区有午后雷震雨几率 东南部留意焚风发生 台湾东边其实就是太平洋高压 所以这个太平洋高压未来 还会再慢慢往西升过来 所以从19、20、21、22到本周日24号的时候 整个大概都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基本上这一周都是一个好天气 只有在明天大概白天有一点云多一点点 但是也不会太多了 所以整周看起来都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对体感温度 大概你如果在近中午的时候 在户外的时候 你体感温度相当的高 大概就37、38 有些地方在重谷可能甚至还会感觉快要到40度 所以在重谷的时候 在重谷的地方 近中午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在外面活动 你如果一定要在外面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防晒 然后尽量多补充水 周二周三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 晴朗稳定炎热天气 预计将持续一周以上 气象局也针对花林纵谷发出高温橙色灯号警示 提醒民众出门随时做好防晒 补充水分 炎防热伤害 记者长邦夜华林师报导